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聊 不只这样 我儿子每天草头写不出半个字 这种情况 只能准十九点交界 现在大概只剩你 约我说几句好话了 唉 来啊 喝啦 没法喝啊 喝酒都乱到这样 唉 喝酒啦 唉 喝酒啦 喂 张志明 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 所以你跟我借的东西 我就先跟你要了 不过 九点还是要记得交稿 可以吧 我 我明白 我明白 不过 老大 我欠你什么东西 我不记得 你装傻也没有用 你不是跟我 喂 你在开玩笑吧 几个小时前跟我说再改稿 放东西啊 张志明 你如果债不还债 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老大 我真的不知道我欠你什么啊 九点之前找不到 游戏就结束了 听说大喜好几天搞了 听说大喜好几天搞了 碰咕咕咕咧 来啦 喝酒啦 我真的体谅他老婆身体不好 小屁啊乱闹 让他沿了三天的稿 啊现在咧 刚刚的东西啊 那你都沿了他三天了 再多两天不是怎样吗 你闭嘴几分钟可贵 老高老公 春娇 你也在这 对啊 我看你好像在找东西欸 我也帮你一起找好了 没想到编辑找我讨债的事 连你也知道了 但我真的想不到 我跟他借了什么东西没有还 借口 都是借口啦 不好意思啦 我老公最近真的比较辛苦 我们家的小孩子最低被医生诊断书有过动倾向 在家里真的安静不了 我们家也没有多的闲钱让他去咖啡厅写稿 就拜托你体谅一下 再多演几次也没有关系嘛 张建平 你在爬啊 你说什么 你说他说我有忧郁症 我看起来像有忧郁症吗 我看起来像有病吗 你们觉得呢 你觉得呢 没有啦 没有啦 你看起来真心不错啊 很讲啊 不只忧郁症 他还说你长肿瘤要开刀才交不出稿 他还说你个性暴躁 还没结稿的时候动不动你找到麻烦 什么还没结稿啊 要不要脸啊 讲这种话 很痛耶 你干什么没理解到啊 每个人都说有东西借了没还 但我根本不知道我欠他们什么 你说八月中的时候你家没有招小偷 对 所以你们八月中的时候出版社也没有出问题吗 他跟我说你们出版社那边印刷又出包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总而言之他那时候就是每个礼拜都躺在床上 什么事都没有做 那五月初呢 五月初他说家里小朋友过动 然后在学校被霸凌 好一阵子都没有来 五月初 五月初 我想起来了 他跟我说酒吧的朋友出车祸他要去照顾他 我 我又没来离开啦 你又没来我们家 恩导的 你再好好想想一遍 这个东西啊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你没想想想想 怎么连你也讲不听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中自民 你欠我太多了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欠了你们什么 爸爸 大家都不理你了 所以 我也不想把借口借给你 借口借给你 借口借给你 随日寒提早一小时 经济学专家表示 经济学专家表示 时间提早 张志明 订阅稿 再也不需要了 爸爸 我破你的记录了 你输了 爸爸 你输了 我 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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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